所以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这个洞房奇案 比上次我说还要悬 有人说这洞房就这么容易出奇案 那没错 因为什么呢 洞房花竹叶既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同时它是小两口一个私密的空间 你说你室友的闹完洞房 你还能人家小两口进洞房 你能跟进去 你能跟人呆一宿 这不像话 所以这个空间里边 由于双方又是在封建社会 等于俩人第一次接触 所以这时候要发生一点稀奇古怪的事 跟这个案件相关的事 你还真就容易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效果 就这个案子可以说一搏三折 这里边套中有套 连环带连环 所以今天咱给大伙说说 这个非常奇特的洞房案件 这个事发生在大清 嘉庆十一年的时候 哪儿的事呢 是江西省南康府 兴子县 靠近博洋湖的地方 这地方叫谢斯堂 池堂的堂 你一听就知道这块啊 周围老百姓 基本是打鱼卫生的多 那么这个婚礼上的新郎呢 是当地一个很富裕的渔翁的孩子 这个渔翁呢 姓杨 年轻的时候很能吃苦 就是靠打鱼卫生 一点点攒下 家业呢 要置办了些船 你别看他岁数大了 他也没有养尊处优 还是每天习惯呢 要到湖上去捕鱼 家境比较殷实 那他这儿子又是他老赖得子 家境又不错 所以这婚礼呢 办得很隆重 轰轰烈烈 那么这个渔翁呢 大家习惯管他叫杨老翁 他是五十岁上啊 才有现代这儿子 这儿子叫什么呢 叫杨毅 哎 就跟天津说像 那杨毅也一个名 你想想老赖得子啊 这儿子顶在脑子上 怕吓着 含在嘴里怕话了 那是百依百顺 好不容易呢 把儿子养到十八岁了 自个儿呢 也已经六十八了 老伴呢 又死了 这杨老翁啊 非常想抱孙子 就说赶紧得给儿子啊 置办个亲事啊 弄个媳妇啊 赶紧自个好抱孙子 所以他打鱼的时候呢 他就特留心这事 就在这个博洋湖里边啊 来来回回往来的时候呢 就认识了 离他家大概有 二十里地的一个地方 叫马头湾 有个老头张老汉 两个人呢 挺投机能聊得来 一打听呢 张老汉有个女儿呢 名叫云良 今天十六岁 长得挺漂亮 自个儿子呢 十八 你看 门当户对 年貌相当 就这么着呢 杨老翁跟张老汉 俩儿一合计啊 咱也知根知底 咱就把这亲事 给定下来吧 这两家呢 隔了二十多里水路 迎亲的时候呢 是走船队过来的 你看 两家都有船 这数十条船呢 风帆一扬 非常壮观 拜了天地之后呢 设宴款待亲朋 一直到天黑 客人才散 杨老翁眼看着 儿子儿媳妇进入洞房啊 特别高兴 一想这不久啊 我就能抱上孙子了 就这么着呢 杨老翁来到祖先牌前 烧上几炉香 祈祷祖宗保佑 让我杨家香火不断 拜完祖先呢 他又来到洞房外 听了会儿窗户根 说这老头是不是低级趣味 那不是 他怕自个儿孩子呀 不太懂这男女之事 耽误要孙子 因为过去呢 咱知道这性教育呢 他不是说是直接好说的事 过去呢 这个小小子呢 一般这性教育都是听一些长辈人呢 在那闲聊天 听个大概 女孩呢 出嫁之前呢 娘家妈呢 把这箱子底下 掏出这东西来 就春宫图给他看 说你这男女之事是怎么事 所以说呢 过去压箱底指什么 就指春宫图 这杨老翁呢 在窗外听一会儿呢 一听儿子跟儿媳妇 俩儿是嬉笑打闹的 啊 还行 这俩儿挺和气 心满意足的呢 他就回到自个儿房间睡觉了 一般的这老人呢 他都起得早 叫轻 第二天早晨呢 杨老翁起来 一看呢 儿子和媳妇没起来呢 哎呀 年轻人吧 睡个懒觉 也没声张 就出外边呢 来到湖的边上 到自个儿渔船上呢 把渔网张开呢 补着渔网上漏洞 不知不觉呢 艳阳高照 一看呢 眼下终点啊 十点多钟快十一点了 眼看到中午了 杨老翁赶紧回家吧 说这个告诉这人 给儿子媳妇做饭呢 一看呢 洞房还没开门呢 哎呦 这小两伙一宿够闹腾 这是累着了 怎么回事啊 他忍不住就去敲门 谁知道这一敲门呢 发现呢 门没关门 门是虚掩着的 推门一看 老头进来 傻眼了 怎么着呢 洞房里没有儿子的地方 往床上一看呢 就剩儿媳妇 赤尘裸体在床上躺着 躺着归躺着呀 嘴边还挂着笑 脸上是笑模样 好像睡着一样 你看这多吓人呢 杨老翁心里咯噔一下了 也顾不上什么机会避嫌了 上去探一下 儿媳妇鼻息坏了 没气了 死了 再看床上被褥呢 虽然有点凌乱呢 也看不出什么打斗痕迹 出了洞房呢 这杨老翁急急忙忙四处找儿子养溢 结果问家里其他人 谁也没见过 吓傻了 没主意了 这可怎么办呢 这是闹鬼了还怎么着 不管怎么说 这儿子找不着先撂一边 儿媳妇死了 人命关天呢 你得跟人有交代啊 这杨老翁赶紧找自己的亲家 就是这个儿子的岳父 这张老翁商量 他驾着船来到码头湾 把这事跟张老翁说了 张老翁知道女儿死了 非常震惊 怎么嫁到你家 一晚上就死了 就跟着杨老翁赶紧赶到杨家查看 一看这女儿也没伤着 没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光溜溜躺床上 没气的 关键的 这嘴角还挂着笑 你看这多瘆人呢 这张老翁有点害怕的 脸一伤 说这事这么邪门啊 这事不闹鬼啊 别让鬼随冲着啊 死人便麻烦活人 咱赶紧入土为安吧 就这么着呢 因为这事啊 太邪门 而且呢 你头一天结婚 第二天就死人 这事说去 也好说不好听 所以也没惊动别人 俩人一伤呢 悄悄的 把这儿媳妇埋了 就了事了 然后呢 这张老翁回到家 放声痛哭啊 杨老翁这边呢 继续找儿子 照理说这事呢 他也就告一段落了 但是没多久啊 更诡异的事出现了 说这个杨毅 他这儿子没找着 儿媳妇就没了 说儿媳妇不死了吗 不是说 儿媳妇死了 那个没 是儿媳妇的尸体没了 不一而非了 说这怎么事呢 咱得说这张老翁回去之后啊 一想啊 养了十六年的闺女 嫁到他家一天 莫名其妙就没了 这自己心里难受啊 老伴在旁边问怎么回事啊 他就把这情况跟自己老伴说了 老伴一听就不干了 你傻呀 你怎么能信那养老头子说那话呢 到他家一个晚上就没了 你到那去 咱闺女光溜溜躺在床上 脸上挂着笑就没了 他说什么你信什么呀 什么闹神闹鬼的 根本不可能 他既然要死 他儿子怎么不跟咱姑娘一块死呢 怎么就一个死一个失踪呢 我看呐 这小子不定怎么回事呢 说明啊 这小子有可能啊 啥也不懂 说不定把咱姑娘给祸害死了 然后自个儿藏起来了 你说你怎么傻呢 张老翁一听 对呀 咱赶紧折回去吧 咱家姑娘死了 这 咱别黑不提白不提 得报官呢 就这么着 老两口就报官了 那么当时这个父母官是谁呢 这个支县呢 叫郑祖琛 是浙江乌城人 是嘉庆十年的进士 这么这事呢 发生在嘉庆十一年呢 等于他考了进士啊 刚上任 而且这郑祖琛有来头 他是正式一门的第二三代传人 说正式一门是什么呢 义气的一 大门的门 这个老郑家 祖上啊 在河南行仰 宋朝的时候呢 这不是北宋改南宋啊 他家南迁 到浦江之后呢 历代啊 他家人都比较孝顺 而且义气 全家人从来不分家 也不分财产 宋元明星 统治哥 都把他家当作呀 校医的典型来表彰 推崇他家为正式一门 他家还有部家训很有名 叫正式规范 是典型的 后人伦美教化的典范 所以呢 这一家族人 在当时比较受人尊重 那这个郑祖琛呢 这时候刚刚当上职县 就碰上这么个案件 所以他非常重视 亲自前往刊宴 说这郑志县呢 带着五座衙役 来到谢斯堂 直到呢 说把这个新娘已经安葬了 要了解他死因 那难免要 尖而变天 把他起出来 验一夜市 所以就这么的呢 就让五座呀 开关夜市 结果出了件更奇怪的事了 就把这棺材啊 从坟里挖出之后啊 撬开棺材 五座上前一看 呼啊 这里头哪是什么二八的新娘啊 里头是个老头 这死尸是个老头 须发洁白 匹普紧皱 五座一查验呢 说这年纪啊 也得有六七十岁了 而且这老头后背啊 有斧子的伤痕 是一斧子劈的深入骨髓 应该是致命伤 就是被劈死的 你看 张老汉的女儿云娘 下葬才两天的功夫 这新娘就变成老头了 这下呢 杨老翁 张老汉 这活着俩老头都下傻眼了 先令也傻眼了 傻眼归傻眼 这郑先令可不能信什么神神鬼鬼 他说这事啊 肯定得先审 南方这家长 就审问杨老翁 言行考大 杨老翁啊 挨了咋呀 咬着牙一问三不知 说我真是啥也不知道 你让我招 我招什么呀 最后没办法 郑先令只好把杨老翁 带到县里头 关押 等着进一步调查 就在这郑先令啊 束手无策的时候 县里头 这个荒诞传言 愈传愈寫 说什么都有 这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事情来转机了 怎么着 失踪的新郎回来了 干啥 自首来了 就说这个案件 隔了一个月左右 杨老翁地的杨毅 来到县衙投案来 郑志县当场审讯 怎么回事啊 是新郎杨毅全都交代了 说自个儿在新婚之夜啊 和新娘啊 在床上闹着玩 这个杨毅呢 多多少少啊 学过点按摩 中医也知道点 知道点穴位 他就用手啊 掐新娘的神雀穴 神雀穴在哪呢 就人肚气眼当劲的 你想要不是两口子 你碰人这部位 那么耍流氓吗 咱俩人你看 这新婚几天也没大小 一个十八 一个十六 俩小孩呢 玩呗 因为这个穴位一掐呀 就发痒 人就容易乐 就跟脑痒痒肉似的 这新娘耐不住痒 就哈哈大笑 这杨毅觉得好玩 就变本加厉的用力掐 说白就跟俩小孩玩去的 你掐我 我掐你 你这新娘女孩 劲儿小吃亏 就被这杨毅给掐的 根根之乐 就这么着呢 俩人嘻嘻哈哈 玩大半宿 谁知道临早上呢 新娘忽然一动不动了 杨毅最初以为啊 是新娘故意吓唬她的 等了半天没声音 才觉得不好 起来仔细看呢 发现新娘已经断气了 没气了 洞房花竹叶 新娘就这么死了 你想这杨毅他十八 还是个大孩子呢 他能不害怕吗 吓得啥也顾不得了 简简单单收拾一下 葱葱妈妈就跑了 小孩就是嘛 遇事还怕 躲事躲起来了 在外面转一圈呢 到外地几个亲家待一阵呢 听说自己父亲呢 因此蒙受冤屈 被下了大狱了 这杨毅虽然胆小呢 但挺孝顺 所以回了自首来的 说那我跟新娘闹闹的 不是怎么的 掐的神雀穴给弄死了 一审呢 正是现在就了解情况了 这杨毅呢 学了点按摩本事 知道一些穴位 这个神雀穴呀 是一掐 人容易乐 但是呢 他冲击内间神经 如果刺激过重呢 就会震动啊 肠管 伤及膀胱 严重的 有可能身体失灵 甚至昏色过去 这杨毅呢 学的这些是个皮毛 他只知道案 不知道出了问题 怎么解决 可见这场命案 是怎么造成的 就是这小脸口闹 闹着玩 闹大了 这新郎一场乌龙导致的 那现在这儿子 出来认罪了 这杨老翁自然呢 就免去干戏了 但这个事结了 那为什么 棺材里头 那新娘尸体没了 怎么变成 一个被砍死老头呢 这问题没解决呢 所以政治线呢 把杨老翁释放了 把杨毅先关起来 继续调查 所以这政治线呢 派出许多人 四处打探 还招绑 让人来认定这尸体 说这老头是谁 你们认不认识 出去打探的人 什么情况都没了解到 而且尸体撂着 也没人认 一转眼 三月过去了 按照大清的 立部处分力啊 规定 周县官办理案件呢 如果拖延不节 超过三个月 那就得降三级调用 超过四个月 就得革职 不过呢 遇到特殊的 疑难案件呢 官员可以事先申请延期 但延期呢 也就是三个月 就加一块 也就六个月 你过了六个月 还得按照这违宪来处分 政治线虽然申请延期呢 但是他一点办法 也没有能破获这个案子 因此急点 跟热锅蚂蚁似的 不知道该咋办 严瞅着 严的期限也快到了 政治线觉得 哇 真破不了了 他准备啊 自己向上请求 主动处分 希望可以减轻一点责任 就在这时候 转机又出现了 这回呢 是杨毅他爸爸 杨老翁回来了 找相关 说是不是他良心 发现自首 不是 不是自首 他来报喜来了 说我儿媳妇没死 找到了 大活人的 哎 新娘子不死的 怎么又四尔复生 这怎么回事呢 这是天降的喜讯 政治线听了之后 我神情为之一任 马上传来杨老翁 赶紧来 怎么回事 原来这杨老翁啊 自从知道新娘亡死 是一场乌龙 是这个神雀穴 导致人昏死过去 哎 他又问了问几个大夫 大夫也说呀 这确实有因为这死的 但多数是昏死过去的 就一时背过气去了 这杨老翁就觉得呀 为什么棺材里不是这新娘 这肯定有事 他就觉得呀 自己儿媳妇没死 又一时假死昏过去了 所以他在棺材里 难道 那老头这么来的 还砍死了 他也想不明白 但是他冥冥当中 他就觉得呀 自己儿媳妇没死 所以他打鱼的时候 就往远走走 不管去哪都上岸瞅一圈 你说一个老头 专盯着大姑娘小媳妇看 不知道挨了多少骂 多亏他快七十了 年纪太大了 要不然就得挨打 结果呢 前两天他到博洋湖打鱼 撑船呢 来到周西这个地方 他就上岸找人 没想到正看见呢 一个小媳妇 在这个溪流边洗衣服 从背影上 怎么看都是自己儿媳妇云良 杨老孟也怕挨骂 也不敢走进跟前细看 就灵机一动 突然喊了一声说 云良 是你吗 那少妇听了之后 真回头了 一看 真是他儿媳妇云良 你说他儿媳妇不死了 怎么又 起死回生了 还在周西这个地方呢 而且还小媳妇装卖 给人洗衣服呢 杨老孟没找到的时候 一心想找 等找到了 他又害怕了 就问他 你是人是鬼啊 你是不是云良 你怎么到这儿了 这云良一看 自个儿老公公啊 哎呦 神情凄惨啊 哎呦 哭的 公公你不要多心 而媳妇 我确实是云良 我是人不是鬼 大庭广众之下 不是说话地方 这么的 咱俩到船上说 就这么扔了衣服 拉着杨老孟往湖边走 正往船上走的时候呢 突然间有个背着 木匠工具箱的年轻人 急急忙忙跑过来 一句话不说 上前拉着云良 就往回拽 云良这时候 有自个儿老公公在场 胆也大了 一边挣脱一边骂他 说扣三狗 你这个奸恶小人 还不快放手 今天我公公在这 你还敢犯事吗 杨老孟一听 哦 这个叫扣三狗的坏蛋 把自个儿媳妇给弄走了 就上前去争着 一个老头加一个弱女子 俩人加一块 也不是这年轻力壮 大小伙子哥 好在这时候啊 湖边停着很多渔船 都是平常呢 跟这杨老孟一块打鱼的 一看呢 这边杨老孟跟人 拉拉扯扯起来 赶紧过来帮忙 就这么的呢 这众人团团围困情况下呀 这小伙子放开手 放开手呢 这小伙子不甘心 跟大伙子说 你们管什么闲事啊 这我自个儿媳妇啊 这老头啊 要把我媳妇拐上船 这可了得 你们不帮我还帮他 你们这不丧尽天良吗 就这么的呢 云娘和杨老孟一伙 这个壮小伙 叫扣三狗自个儿一伙 两边就开始骂上来 公说公我礼 婆说朋友礼 乱七八糟的 这些渔民呢 听着都脑子疼 哎呀 说这干脆吧 我们也判断不了谁的 说咱建官去吧 让官老爷给断办 哎 一说建官 这扣三狗不干 渔民一看 这就对了 建官你不干 这说明啥呀 肯定有鬼呀 要真是你自个儿媳妇 怎么不敢建官申诉呢 这里头肯定有事啊 于是这帮渔民呢 本来就是跟杨老孟认识 三下五床 就把这扣三狗绑起来了 就跟杨老孟云娘 一起送到官府建官去了 这么的呢 这杨老孟还交代 说把我们呢 送到政治县那呢 他管这个事 咱给他报喜去 就这么的呢 大伙把他们送到这个政治县这 就这么的 这政治县 见到杨老孟 一无一时他问清楚 那这政治县听完陈述之后啊 就转过来 让这云良交代事情原委 这云良啊 就把经过说了一遍 说我是怎么死的 怎么又活过来 说新婚之夜呢 他本来跟这个新郎养溢啊 俩人闹得正欢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昏过去了 等醒了之后呢 发现自个儿在棺材里 哎呦把他吓了 又抓又挠 大喊救命 结果不一会儿呢 他突然听到头顶上啊 有铁锹挖土的声音 好像有人救他来了 结果等棺材打开之后 他才发现呢 挖坟的是两个男的 一个六十多岁 一个不到二十岁 这俩人呢 是叔侄俩 叔叔叫扣钟 侄子叫扣三狗 当时天还没亮呢 这云良从坟墓里被人救出来 那千万谢啊 就求叔侄俩 你们行行好吧 我送回家去 但他这时候 他就忘想一件事了 大半夜的来坟场逛的挖坟呢 这能是啥正经人呢 其实这爷俩是盗墓的 这爷俩可不是他 听着他喊救命 才来救人的 因为棺材和土都老厚了 一个昏迷一天一宿的女人 喊救命 那点微弱动静 是传不出去的 这叔侄俩呢 什么来历呢 扣钟跟扣三狗 这爷俩没媳妇俩光贵 平时呢 偷鸡摸狗也不干正经事 有时候就上坟地 转悠 看哪有新坟 就起开 偷点赔赃品 连死人衣服 都能扒下来捣手卖了 说这是弯绝物坟 踹刮我门的主 结果一看着云娘 这女的挺漂亮 她侄子扣三狗就激动了 说你看这不老天爷给赏的吗 你说咱们天天花了钱 盗墓为了啥 不就为买个女人过日子吗 这时候这云娘也看出 这爷俩不是好人 吓得哆哆嗦嗦 就给俩人跪下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求情 说可怜可怜我爸 我这结婚当天就被埋地里了 我多苦命 你们饶了我吧 你这大黑天呢 一个女的在坟地就这么哭 你怎么看都挺渗的 这时候呢 就把他这叔叔 扣钟这老头 哭得心里没底的 说咱爷俩别惹事了 咱不然给他送回去吧 咱们偷点死人东西还行 你偷个活人回去 这太没底了 我这害怕 这扣三狗胆大一听不干了 说叔叔你傻呀 这不天赐良远吗 你不要我要 你看你胆小 我可胆大 咱们家穷的都绝后了 你想你良心值几个钱呢 挣没钱取亲呢 有这么美女 一不用请妹婆 二不用付贫金 三不用百业请客 这不老天爷给我的好事吗 我得拿回去 他说你别惹事 我还想要病呢 爷俩就这么吵起来 一见不一致 这叔侄啊 两个人丙性皮差不多 都很固执 都认死理 谁不让谁 就这么吵得不可开交 咱们说这爷俩是来盗墓的 侄子腰子上别着斧子呢 劈关的板用的 气头直上 这扣三狗 把这斧子一下抽出来 一斧子就把自个儿输给劈死了 云娘当时就吓傻了 想要跑 两条腿都不听自个儿使唤了 哪能跑得动啊 再一看扣三狗 连自个儿亲叔都敢杀 也害怕了 就被扣三狗捆起来 嘴上塞着破布 就给扛回来 就这么的呢 这边扣三狗呢 把云娘扛回来 那他叔叔尸体咋处理的呢 他把他叔叔砍死之后啊 把他叔叔尸体放进棺材给埋来 所以棺材里头 是他叔叔 被他砍死之后的尸体 这边呢 他把这云娘扛到周西这个地方 自个儿家 云娘这时候也身不由己了 黑夜之中也不知道给扛哪儿去了 再看扣三狗这么狠 是真害怕了 就被错顺从了 开始的时候呢 扣三狗会跟做贼似的 不允许云娘出门 后来看这云娘比较温顺 咱两口子过日子 不能天天关着门 就渐渐放松管制 这么着 就隔了有个小半年来 这云娘呢 才会在洗衣服的时候出门 才碰到自个儿公共养老王 最终被救出 政治线听完呢 又赶紧去审扣三狗 人正俱在 这扣三狗不得不认呢 工人不会 就是因为叔叔不同意 他把这云娘带走 一时气愤 拿斧子杀人 所以棺材里的尸体呢 就是他叔叔扣中 就这么样的 这桩悬案 终于真相打白了 那么按照大清律的规定呢 谋杀自己亲人尊长 凌迟处死 扣三狗呢 还有别的罪名 你比方说拐卖妇女什么的 但是呢 二罪并罚从众论处 临时处死 这最重的刑罚 这政治线呢 判扣三狗 就千刀万剐 临时处死 申报各级上司核准 扣三狗给定罪了 那么之前受到案件牵连的这些人 怎么处罚呢 这杨毅被带到大堂 和父亲呢 媳妇见面了 云娘一见杨毅身带枷锁 毕律艰难 失声痛哭啊 一看云娘立花待遇 让政治线也心生怜悯 这么着吧 赦免了杨毅的罪 也赦免了云娘的罪 让你们团圆吧 说到这儿 有人说 这杨毅就是闹个玩笑 也不是真出人命的 那云娘更是被人逼迫的 怎么这两人还有罪呢 还得被赦免才行呢 这就咱得说说大清的法律了 按照这大清律规定啊 这杨毅在新娘死了以后 吓跑了 胆小的跑了 舍弃不管 大清律叫不应为 可现在说叫不作为 按照大清律呢 至少得打四十把 再有云娘这事呢 大清律又有规定 就你即使是被歹人强迫的 这女的也不能顺从 你要顺从了 就得上则九十 你想这女的能有多大劲啊 被强迫你还打不过人家 不得不从 那怎么办 其实这个大清律规定 就是逼着女的自杀来保清白 遇到这事你就自杀 或者你被侮辱之后你自杀 左右都是死 所以这是封建社会对女子的一大迫害 在政治线呢 也可怜他们这家这遭遇啊 惨点 所以呢 把洋溢的那不应为的罪免了 也把这个云娘啊 所谓的这个顺从之罪也给免了 就这么的 他们有罪 按大清律 但都免了 不管怎么说呢 案子告破了 俩也赦免了 这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结局 那这个案在当时呢 被称为奇案 本来夫妻呢 因为闹着玩儿 酿成人命 杨老翁很鲁莽的 把儿媳妇埋了 验尸有女便男尸 杨老翁就一百张罪 也解释不清 所以即便是把他定为死罪 也不会有多少人 对政治线的裁决产生疑 而这政治线呢 坚持这里有一点 他迟迟就不解案 得往下调查 你看这杨毅救父 虽然说明原委 但仍然说不清尸体的事 俩人还逃不开规则 如果这时候政治线 马上就结案了 把杨毅也给判了 大家也说不出来啥 所以从这点来说呢 政治线了不起 他知道审慎办案 在马上延期要被追责的情况下 还能保证一颗啊 清真爱民心 不冤枉一个好人 宁可我自个儿承担责任 也不肯为了保自己 误啥帽 随便拿一个人去糊弄 草菅人命去草率起案 从这点看呢 这政治线了不起 请 Olympics与远近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多赏目